好我们前进嘉义县阿里山乡山美村 这边要往西美村方向的道路 也因为大雨冲刷 边坡发生了土石摊坊 真的是满地泥泞 也阻断了新美村民的进出 在这边的状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现场的记者许安 是的主播嘉义县阿里山地区 不断发生土石摊坊 在山美村要往西美村方向的道路 又被边坡滑落的土石给阻断了道路 画面中山美大桥下的曾文溪水 非常的湍急 山上雨水不断往下流 看起来就像是瀑布 整片泥泞土石覆盖在道路上 村民设法要穿越 但双脚却泡在泥土当中 非常的难前进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没有办法啦 太深了 对 那个泥巴太厚 所以没有办法过了 没有办法 前面上面的那条路主要不通了 不通了 你们要进出怎么办 没有闯上另外一条小道 车子不能过 现在已经有200位村民撤离新美村 村民说如果再继续下雨的话 村子里物资供应可能会不够 非常的担心 以上是现场情况 将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像是担心物资不够 不过现在目前200多名的新美村民 是要撤离的 我还可以说机会 我给你解释了 我找人了